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再次请到了 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 梁万里律师还有销汇利律师 来到节目当中 告诉我们在选择私立高中上面 要怎么做选择另外呢 要怎么样才可以进入 你理想的私立高中 梁慧好 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 其实私立高中的优势 为什么大家还是很多人 去选择私立高中就读 因为大家的观念就会认为说 只要你进了私立高中 进名校就比较容易 对对对 有这样子的观念觉得说 你就放心了 你就不用一直老是盯着孩子的功课 学校的老师就应该可以帮着你盯 然后进入名校的机率 就大大提升 是这样子吗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Hover Wesley 是不是他25%的小孩子 都进长春腾 也就是有前75名 都可以进长春腾 可是在这75名的排列顺序是什么 第一就是运动员 因为运动员总是第一优先的 微笑争光 很多都是运动员 OK 从学校的观念来 运动员是排名第一的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是很有钱的白人跟犹太人 因为他控制这个学校的 因为他们是金主嘛 然后又出时间 还有出钱 出力 那这个时候学校的教授 当然要帮他的小孩子 OK 所以我们来考虑一下 自己我们华人父母先考虑一下 自己是不是运动员 我们是不是金主 要当信任员喔 就是像这个财务的 那还有其他白人的小孩子 也是Legacy 就是Hofford Stanford 也有毕业的 所以也有优势 那也许我们华人家 我们一定比那些 拉丁裔跟黑人比较高了 我们位置应该比较高了 但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拉丁裔跟黑人 是法律保护的 所以分数不错 所以我们介于中间 问题是Bottom 如果是没有运动员的话 那怎么办呢 对 所以呢 这个我们要知道 你要申请哪一种 是适合你的私立高中 然后你要看 这个私立高中 它的尺寸 200到300个 然后你还要看说 what can you bring to the table 那你最好 如果有运动最好 但是如果没有运动 其他的Math Olympiad Science Olympiad Science Fair也可以 你现在说的这个是家长的背景 不是 学生的背景 那也要看家长 要家长也要写论文 所以要写得像律师 也要interview 说得像律师 所以父母亲要跟孩子们一样 经历这个审核的过程 对不对 因为私立高中 它基本上是一个club 它希望是录取你整个家庭 你会投入我们的家庭 你看你顺不顺眼 然后有没有符合我们同样的文化 对 等等的 那所以就会变成说 我们法人常常觉得说 我们很有钱 那我们捐钱 那怎么捐 要怎么捐 对 可是现在大家又担心 捐钱有没有用呢 捐钱的话 你要找对人捐 比如说像犹太人 找谁捐 找律师帮忙捐 不问学校说 钱哪里来的 来路不明 对 然后再加上他要面谈 比如说你是做生意的 你是做哪一类生意的 他要知道说你是家事清白 有些家长就是有时候 不想透露自己背景太多 那这样的话 人家觉得你有点奇怪 对 你好像不要open 不清不白的感觉 你不要open给我们 我也不open给你 哦 了解 所以您就觉得说 即使说你有这样子的能力 还是要透过律师 来帮你做规划 然后做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捐款的方式 最好叫一个第三者 去介绍 是律师可以present 这个陈先生 陈太太 是怎么样的人士 不是自己去敲门 不是自己说自己很棒 了解 所以两位有经历 有接过这样子的case吗 当然有 当然有 是 所以因为有时候 我们华人不知道 怎么表现自己 我用常常就是说 对用错 我是很有钱 我想要捐钱 就变成土财主了 对对对 然后他们也事实上 也不需要土财主 坦白讲 他需要面谈父母 看父母的谈吐 那如果说像我们一些 新移民的话呢 他如果这个 比较不知道怎么表达 因为不同文化性嘛 你不太了解说 这边的文化性 所以你们也有可以帮忙 训练我们的父母亲吗 当然 说了像律师 讲了像律师 这个时候我们要训练 父母亲了 真的很有意思啊 因为其实 就像因为你毕竟要去进入 像是游戏这些私立学校 他们都是有历史性的 有文化性的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进入 这个俱乐部的话 你一定要能够了解 游戏规则 是 很多潜规则在里面 所以一定要有人来帮他们 指示这个名录 对不对 所以你有这样子的课程 提供给我们的父母亲吗 如果说他们想要 WeChat给我们就好了 然后最近有没有什么免费的讲座 也要提供给大家 是 所以大家可以来讲座 看你们家庭的需求是在哪里 如果你是准备要升高中 你正在琢磨 我到底要公立高中 还是私立高中 这个时候我们会帮你评估 以你们家去念哪一个 类型的私立高中 是会比较适合 你知道吗 我孩子才五岁 可是我现在已经会做这种梦了 就是说小孩子将来 这个中学高中的这个选择性 其实会影响到他们 很多这是实在的问题 但是父母亲都希望说 每一个选择都是能够对孩子 是有最多加分的用意在里面 所以要了解每一个阶段 不同的一个潜规则 跟明显的规则 跟他们要什么东西 那我们要怎么表现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带来给学校什么东西 这个学问实在太深了 我还是直接找你们 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有时候父母亲 自己在那边双脑筋 或者说想要在那边摸索 其实蛮辛苦 毕竟我们并不是每就是因为孩子的需求 我们才经历这样子的过程 并不是说我们每天像你们一样 处理这么多的这个案例 对不对 那你们的经验肯定是特别丰富 所以找万里 我相信是最有保证的 不管你是要在这个 补充你这个写作的技巧上面 或者是说选择在私立高中 甚至在这个申请大学 考SAT这些技巧上的一些更新 所有的资讯呢 都可以在万里法律教育集团里面找到 当然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都欢迎大家呢 可以WeChat 微信一下我们的肖律师 及时回答你的问题 尤其是特别优惠 我们麻辣下午茶的观众 是的 是不是 一定要说 非常谢谢 一定要特别提一下麻辣下午茶 OK 非常谢谢两位律师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重要的资讯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我是万里律师 我会帮你进去最好的学校 争取最多的奖学金